下面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 C++当中的输入和输出 输出已经起来写过了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输入 这个形式看的有点奇怪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输入跟输出 前面在介绍C的时候呢 我说了C当中没有专门的 输入和输出 是用函数来写的吧 标准的函数来写的 那C++里面呢 但是用的是 标准库当中的输入和输出 由对象来写的 输入和输出由对象来写的 但还结合两个专门 这个差异的符合提训专门对吧 这样呢 实现的时候呢 比C里面的功能强大 而且安全 前面在讲C的时候 说过质量输出的时候问题吗 对吧 不记得对吧 好那用 C要的信用来输入的时候呢 这个输出的时候更简单 而且呢 智能一些 不希望我们经营都能合适了吧 要自动来识别 那这个输入的形式呢 好 输出的这个形式 首先呢 就是这个含义吧 抽出多谢了 这样一个一句 这个一句什么意思呢 这个句画出来看的话 这样一个形式 像这个 那么从中有个hello word 想打印的时候怎么打印呢 通过插运程符 把它插入到输出流了吧 如果输出流更像呢 把输出给打印到层级上面吧 好 就是输出的过程 那输出的过程呢 那输出的过程呢 输出过程我们可以来写一写 然后呢 来看看怎么样的 怎么理解 下面这个图画的实际不好 那我记得发像 来看看这个书怎么书的 iOS screen 头件吧 好 后面呢 统一都在这个方式来写了 好吧 每次我都需要 按个指定一下 好 我们来看 输出的输出 先写一个简单的输入形式 比如说有一个整形变量a 然后想输入a这个支配吧 用ce 然后呢 用提讯帐户 输出外套呢 我再用c要子把a给打出来 嗯 嗯 然后呢 3 是 输入 输出 好 我们来编译一下 nj 怎么没提示对吧 好 输入一个100 ok了吧 那这个形式就是呢 用标准图面的 输入流对象 结合提取运动数 把这个数据呢 输出到我们的变量配预备来了 好 它的过程怎么样呢 这过程我们进去吧 从程序当中 有这样一个内容呢 把它 插入到我们的输出流对象 用它那次摆出来吧 好 那输入的过程怎么样呢 我们放个图看一下 首先呢按这个顺序来画 那代码实际上写了 提取出来 对吧 好 那过程呢 可以这么来表示 首先呢 好 这里是一个 键盘 好 我们输入了什么的 输入一个 输入100吧 输入100 输入100之后呢 这个内容 我把它提取到什么的 有什么 有什么运算符呢 好 有一个 要带上的 好 它叫什么呢 叫提取运算符 把键盘里面输入100 提取到什么呢 提取到一个配量 好 提到一个配量 什么意思吧 输入的过程 就是把键盘里面的数据 输入到变量as来了吧 那这个大人号小人号 插入或者提取的话 其实表示什么 好吧 刚刚那输出也再写一些 输出的时候呢 这么写的 bout 然后呢 a等于有多少 然后呢 a and l 这样了吧 好 它的过程呢是这样的 我们对照起来的话 首先呢 我们程序当中 要打印什么 打印a等于多少对吧 打印a等于 还有呢 还有一个 a的词吧 变成a的词 变成a的词吧 好 他们怎么打印出来呢 他们打印出来呢 好 用到印上服 插入印上服 好 插入印上服 插入印上服 用来实践的功能呢 是 这里还有一个三次推法 插入到什么呢 用插入到我们的 开放了 好 招起来一个是吧 点盘 啊 这里 开启了 这里有一个输入的会墙 跳过它了 这里有一个输入的会墙 输入的会墙 小了点了 输入的会墙 输入的会墙 输入的样子数据最终 啊他 然后是不是有点难道呢 那是 好是这样一个过程 输入的时候呢我们从键盘数据算数据对吧 这数据呢由输入的对象接收 这完之后呢我们通过提取运算符 把数据提出来输入变量a 了吧 这样一个过程 那输出的时候呢好 我们把这个字不算a等于多少等于一个 和后面的变量a的值一次呢插入到了数据有对象吧 比如说这样有输出的对象呢 把数据才显示到我们的 打印到我们的中端显示器了吧 对吧好中间是不是都借出了这样一个流的对象 就这样吧 这两个解法再来看有没有开始在门道 数据还是什么方向流动 那就是什么写吧 好变量a 它走到一个值就从数据流里面提取出来吧 如果要打印到屏幕上呢 好 包括内容插入到输出的对象 所以就打印出来了 好就插入算符合进行窗户 如果你怕切瓣的话怎么写呢 也想想你的数据流动方向吧 它是用表征笼的数据流动方向 对吧好 这是cci3年的输入和输出 介绍的是插入预算符 还有我们的 t 群预算符 t 群预算符插入算符 还有我们的这个输入流对象和输出流对象 对不对吧 好 那插入预算符可以实现连续插入多个数据吧 这样 也许同样也可以 同样也可以 好 这是我们说的 这个输入输出它的形式 这个图画的方向 这个箭头刚相反对吧 跳过来的话会好一点 然后你写的时候是这么写对吧 其实我们现在按照 输出的流动方向来写的吧 这是输入和输出 输入输出 你出输入流对象 输入流对象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输入流对象它的 完整形 好 首先呢可以提示一下输出什么对吧 好 输出什么呢 输入可以吧 提示一下 继续完装的 好 把A值输进来 输进二双的就买出来了吧 是这样的 好 好 好 还有没影响 对象 提示了 说一的是吧 好 可以吧 那你说我要输两个怎么办呢 想输两个怎么办呢 好 比如说现在输入一个字符可以吧 输入一字符 C 输入一个字符 千字符 要输入C的时候呢 我们输出流对象 插入的时候 可以连接差不多吧 提取的时候呢 也可以连续的 提取多个出来 好 再提取给C 第一次提示数据存到A吧 再提示数据存到C吧 最后就提示 输入A和N的 C吧 好 再编译一下 再一起 输入A和C的时候 A呢输入100 然后再输C的时候呢 输入一个K吧 没打印C实际吧 好 把C实际给打印出来 比C打印出来是一个字符吧 我有没有指引C到底什么方式来的 没指定吗 好 来看 输入A和C A呢输入100 C呢输入大写中K 是OK的 OK了吧 好 其实这里呢 还有一些和C的区别 如果你要连续输入一个整形面的A和一个字符C的话 可以 自己用C来写一些 用Skype来试一下 这样能不能整理一下 自己连续输入的时候呢 因为直接从款式里面读出去 先读100 对吧 然后你出来跳个空格 空格也是个字符吧 它会读到一个空格到这边来 那使用这个输入流的一项呢 它会跳过去空格了吧 对吧 好 现在有区别 输入流 输入流 和用法 或者吧 刚开始呢 这个不好理解的形式 画了这个图 应该就好理解那样了吧